大家好 我是奈莉 今天要講說一件T恤 它的下白如果說是以車那個羅紋的話 然後如果說你就是穿在身上 然後不喜歡下白是羅紋 這樣整個很貼合包住你的身體的話 那要怎麼辦 好 那首先呢我們先把我們的下白 先把下白解掉 然後你就是一手拿起你的衣服 然後呢大概是在這個 這個插車羅紋的這個邊緣處 開始把羅紋剪下 就沿著它的邊 羅紋的邊邊然後把它剪下 等一下剪完之後我們再 修一下那個衣服 因為你剪下來 那個衣服 下白的地方不一定是紙的 所以等一下還是要修一下布這樣 就我很討厭那個下白 是用車羅紋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穿起來好像感覺我的那個 腹部的地方看起來好像特別的胖 所以我不喜歡太喜歡下白是車羅紋的 那我覺得用剪刀把那個不要的布剪掉這樣比較快 有的人可能會 會把那個 喜歡用拆的拆線的方式去拆衣服這樣 但我會看那個情況 然後再來決定我 我是要拆線還是要用剪 剪了一圈之後我的羅紋就剪掉了 剪掉的話你就把不要的東西丟去旁邊 那我現在呢把我的衣服放好 好我來看一下 現在看我的下白有沒有紙 所以我現在把我的衣服 編分對齊好 好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不是 不是紙的 就是這裡是有點突出來 那突出來的地方 把它修掉 我的目的只是要讓你的 不是紙的 修好 修好之後你就拿出 看你的下白要接什麼 如果說你不喜歡接羅紋 你也可以接一般沒有彈性的布 或是 雷絲 對 因為我是選用雷絲 好 那我這次 我的雷絲呢 我就是 看我的衣服有多寬 然後就照那個寬度 這樣 然後記得蕾絲要 要 對好之後 量好那個寬度之後 還要另外再加那個 那個 呃 就是雷絲它要接鋒的 鋒絲 不然到時候就是 我會車 如果說你車起來 呃 怎麼講 就是比你的衣服的 那個寬度還要 還要少吧 那其實 就會變成很很 很包你的身體 很貼合你的身體 很貼合你的身體 所以我現在一對合之後 我就多 多撿一些 是我那個 雷絲要車的那個 雷絲要車的寬分 那 雷絲接縫好之後呢 先放到旁邊 然後呢 準備把衣服 搬到背面 搬到背面 好 那我現在準備要 把蕾絲 接在我的下板 下板上 然後呢 剛剛那個 我們雷絲這邊 接合好 這邊呢 畫一個記號 做一個中心的記號 好 就是像這樣子 像我這樣子 畫一個中心的記號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對 好 現在我覺得 車鋒前應該還是對一次 沒有 這個只是 差不多 好 那我準備來車鋒 那車鋒的話就是 正面對正面這樣測 那我大概會 鋒分的話 大概測 0.5公分 大概 也不用測太多 大概這樣就好了 好 那 頭 呃 起頭先不用倒針 沒關係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會那個 就是 撤回來的時候會重複 所以 沒有倒針也沒有關係 好 那我現在要準備測 那我這裡有做一個中心的記號 這邊的中心的記號 是要對 這邊 側邊的這邊 側邊的這邊 側邊這裡接縫處這裡 所以這個 等一下我 你可以先拿個那個 夾子啊什麼 或是珠珍固定卡 然後 然後 看一下 好 那我上面的蕾絲要拉一下 因為我下面的布 比蕾絲還要多 所以我現在的蕾絲要 要拉一下 下面的布 讓他吃一些深處 沒有關係 就是測一段 然後 測一段 來看一下你的布 有沒有平均 這樣子 沒有平均的話 就是 因為你下面是彈性布的話 你可以讓他那個 多吃一些布進去 沒有關係 好 然後我現在的車到這裡 是我做記號的地方 我會做一個記號 其實也是 要讓我的那個蕾絲 可以平均的 車在我的衣服上面 這樣會比較 好看一點 尤其是我的蕾絲 它本身又沒有彈性 所以到時候 如果說萬一我車到後來發現 我的蕾絲太 就是 不夠的時候 那我 那我 不是 到時候 車到那個 結束的時候 才發現我蕾絲太多 然後到時候要吃 去布的時候 就又不好吃 就是不好車進去 那這樣就不好看 所以我覺得 就是如果 你該做記號的時候 還是要做一下記號 這樣 好 好 撤到我開始的地方 那就是讓線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那設好的時候 就把線頭剪掉 然後呢 至於 這個下白的地方 如果說你的布 布料本身 它的毛邊就是 欸 布料 怎麼講 它邊緣布的毛邊 如果沒有很嚴重的話 那你不用考課也是可以 對 像我這塊布 它的那個 毛邊沒有很嚴重 所以我就不打算考課 那現在呢 現在呢 我要準備 壓我正面的壓線 就是只是把我的 這邊 下白這裡 把它的縫分固定好而已 那我通常 我的縫分是會 向下 向下這樣剝這樣 那壓完畫一樣 就是壓在 那個 布料的 邊緣處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要壓在 我的蕾絲上面 然後就壓 壓 壓腳靠在我的 那個 接縫處 然後壓在它邊 就可以了 那壓線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 針菌調大一點 沒有關係 這樣也比較快 好 撤到我開始的地方了 撤到我開始的地方了 不用倒針 不用倒針 就讓線 紅姐就好 撤好之後 就把線頭剪掉 好 然後再把你的衣服 衣服翻為正面 好 撤好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你的衣服 下擺 的蕾絲 就這樣子 接好了 好 然後 等一下再去把它整換一下 這樣就好 如果說你不想要像我 蕾絲這麼的長的話 你可以把它 改 改短一點 然後是買短一點的蕾絲 也是可以的 對 好 那我所謂的就是 下擺如果說你 如果沒有車的很平均的話 就是不會像我 我 就是不會像我影片這樣子 它是很平坦 如果說你車不平均的話 它就是會在前面 就是 形成很 就是形成那種 作者 然後就是很誇張 作者這樣 對 如果說你今天車子 是有彈性的螺螺 那它 形成 就是像這樣子的作者 是很正常 但是我今天 我的下擺接的是 那個雷子 它是沒有彈性的 所以 如果說你車的很平均的話 你會像我 就是影片這樣子 它整個是很平坦的這樣 不會說有很多的作者這樣子 對 好 那下擺接雷絲 接雷絲就到這裡結束了